新加坡演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帅正Scott 今年24岁 出生在北京 我在新加坡留学 现在是JCU的一名留学生 我15岁那年来的新加坡 当时我又叛逆成绩又不好 父母很烦我 就把我丢出来上高中了 当时我英文又不好 不过还好我适应能力比较强 半年语言班之后就适应了这边的生活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语言班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对着全班说 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的脑子是怎么样运作的 你们只能反复抄单词才可以记住 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我觉得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于是我就一直跟他对着干 直到我把他骂退休了 但是我也不得不换一个高中 JCU是我上的第二所大学 第一所大学在澳大利亚 当时是上金融 是父母为我做出的选择 但是我一直不喜欢金融 而且澳大利亚又是一个又寒冷 又孤独的地方 我上完一年忍不住之后就又回到新加坡了 这次回来呢抱着试试的心态 选了心理学 因为JCU的心理学是非常厉害的 这在新加坡人尽皆知 又能延续我在澳大利亚读过的成绩 于是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这里 开始上学之后 我才发现我已经有很多心理学的知识了 我之前打游戏的时候为了能赢研究了对手的心理 最后竟然用在了心理学的论文上 人的每一种行为啊情绪感受都可以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 并且来修改 我非常喜欢新加坡这个地方 我已经来新加坡快有十年了 但是我已经错过了申请永久居民的最好时机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边的风土人情 非常喜欢新加坡的乐山啊炒虾面 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不得不回中国 等我积累了几年工作经验之后 肯定还会迫不及待的要回来吧 新加坡演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刘帅正Scott 心理学是一门非常值得研究的特学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踏上探究的路